江涵这话说了,还不如不说,苏软软简直快要被他给气死了,他不仅仅只是气江涵,更多的是气自己,苏软软只要一回想起他,刚刚在心里面脑补的那些东西就恨不得删自己两巴掌,清醒清醒,江涵这个狗男人是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吗?竟然让他白给到了这种地步,苏软软圆溜溜的眼睛瞪得很大, 因为恼羞成怒,所以他整张白皙的小脸,甚至长得通红。他就这样直直地看着江涵,粉嫩的唇瓣几乎都被他气到发抖。而与此同时,江涵的报应来了,准确地说是他太直男了。直到了系统大兵都忍不住一次性把他前面好不容易才攒到的100积分给全扣光了。 叮咚!检测到宿主超直男的言行,积分扣100,目前您的积分再次清零。江涵的瞳孔猛地一缩,脑子里冒出了三个大大的问号。 怎么回事?系统疯了?他刚刚亲手把苏软软给爆了出来,事后还正磨诚恳地跟他道歉。系统不给他加分就算了,怎么还直接把他的积分给全部扣光了? 江涵此时才明白,原来从无到有,很难很难,但是从有到无确只需要一瞬间。他搞不懂原因,于是他再一次质问系统。 不是,怎么回事?大兵,你这个升级了的寂寞。我感觉,你这个大兵还不如小兵。你把小兵还回来吧,我宁愿被电击。 不好意思宿主,本系统只能净化,不能退化。大兵相信有朝一日。您能体会到大兵的好?江涵不乐意了,反问道,那为什么要净化? 系统大兵如果是真人的话,他恐怕真的会跟苏软软一起痛骂江涵。 不说别的,就他这直男行为,他都看不下去了。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这么直男的宿主。 而且,他明明是个高材生,可脑子却像只有一根筋一样,完全转不过弯来。 因为系统检测到,您上辈子一直是个单身。而且,脑子好像在恋爱方面有些大病,所以我就来了。 你才有大病?我哪里单身了?我江涵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订婚了。所以,怎么算是单身呢?我应该算是未婚人士啊。 江涵被系统毫不留情地骂了,忍不住反驳道,他可是有未婚妻的男人。可这个系统为什么总是让他去对苏软软做一些亲密的行为? 他实在是搞不懂啊。这苏软软又不可能是他的未婚妻。江涵是肯定不会记错的,他记得小时候那个拉琴的女孩绝对有佳人。 除了父母双全以外,还有很多哥哥。所以,他那个神秘未婚妻怎么可能是身为孤儿的苏软软? 系统温馨提示,宿主,如果您的积分未复数的话,那本系统就会被自动关停一段时间。所以到时候,大病为了防止系统因为积分复数而被关闭,很可能会亲自出手帮你去获得积分。 江涵文言瞬间警惕了起来,马上问道,怎么?你还能帮我分身去获取积分? 不能分身,但是系统可以暂时控制你的身体,到时候为了拿到积分。大病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请您见谅。 江涵文言瞬间警惕了,彻底惊了。他偶尔想当下闲鱼,但系统却总是逼迫他努力。 不,系统总是想逼迫他去对苏软软做些什么不轨的行为。 你想对我干什么? 请宿主不要紧张,不过就是轻易轻抱一抱或者睡一睡而已。 啊,这?不,不行,他要给他的未婚妻守身如玉。 那不需要了,赚取积分这种好事,还是我将韩亲自来比较好。 他现在又重新有了动力。 可江涵不知道。 他的榆木脑袋跟苏软软这颗小脑袋瓜子,比起来简直就像没开过窍一样。 想要赚取积分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哥哥,这娃娃竟然我来玩吧,我想亲自动手加娃娃。 苏软软不想浪费时间在生气上面。 他深呼吸了几口气调整好了心态以后,就聪明地赶紧换了个话题。 江涵的注意力瞬间就回到了娃娃机身上。 他不知道想到了些什么,眼睛顿时一亮。 对啊,等他把这电丸城里的所有娃娃都抓空,那苏软软起不是就会非常高兴? 他只要把他哄高兴了,那肯定也算是恋爱行为了。 好,你加吧。 江涵眼点了点头随后,把娃娃机面前的位置让给了苏软软。 此时,这台粉色的娃娃机里面只剩下三只娃娃了。 游戏卡地的一刷,苏软软开始满脸认真的抓了起来。 然而,像这种已经恢复正常了的娃娃机。 他就算是再精确地去计算出各种数据,也不可能抓得到娃娃。 苏软软毫不意外地没有抓到。 第一次没抓到,可以说是技术问题。 第二次没抓到,可以说是有失误。 第三次,他依然还是跟前面一样,没有抓到娃娃。 这可就把苏软软气坏了。 要不是还顾及着江涵在场。 他早就帮帮两拳,直接把这破娃娃机给砸烂算了。 周围围观的群众,见苏软软上场抓娃娃。 在同样一台机器,却没有抓到任何东西之后,就全都散了。 江涵在旁边鼓励苏软软。 没事的,你慢慢加。 加三次不行,就加三十次。 嗯,好。 他点头表示,对征服娃娃机实在必得。 然而,十分钟过去了,苏软软三十次都估计加到了。 但是这个娃娃机,就好像偏偏跟它作对一样,就是加不出任何东西。 苏软软气呼呼地鼓着小脸,像一只小奶狗一样看着旁边的江涵。 哥哥,为什么我什么都加不到啊? 难道真是我技术有问题? 他被深深地打击到了,甚至开始自我怀疑。 不是你技术问题,可能是运气问题。 江涵十分果断地说道。 他说完后,又随手当着苏软软的面加了一个粉色的娃娃出来。 苏软软傻眼了,漂亮的大眼睛里含着震惊的光芒。 他现在不得不相信,这其实就是运气问题了。 因为,他亲眼看到江涵确实只是随手一加,就把粉色的娃娃给弄了出来。 苏软软顿时就对娃娃机丧失了兴趣,他满眼都是失落。 搭拉着毛茸茸的小脑袋,活脱脱就像那小可怜一样。 来,我教你抓。 江涵现在被苏软软这一套拿捏得死死的。 他只要一做出这种可怜兮兮的表情。 他往日里,那些所有的不行就都变成了行。 江涵说完后,直接伸出大掌握住了苏软软温热的小手,覆盖在了操纵杆上面。 苏软软的大脑被江涵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又不正常了。 他看着他那张近在迟迟的俊脸,小心脏扑通扑通地直跳。 一会响东一下响西的,注意力完全就没在面前的娃娃机上。 苏软软的目光就忍不住地往江涵身上落。 如此近距离而又炙热的眼神江涵很快就感受到了。 他疑惑地低头朝着苏软软看去,但他只要一看它,他就马上把视线给移开。 朵朵闪闪的样子就像偷吃了坚果的小松鼠一样,看起来就让人十分好笑。 江涵更是哭笑不得,出声提醒道。 软软,你不是要亲手抓娃娃吗?你认真看着娃娃机啊? 心虚的苏软软把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直接给江涵当场表演了一个死鸭子嘴硬。 啊,这! 不是的,不是的哥哥,我就是在看娃娃机啊,我又没有看你。 我有说你在看我吗? 啊,这! 我脸上又没有娃娃,你看我没有用。 江涵一本正经地低头看着苏软软说道。 雌性的嗓音在此时仿佛多了几分勾人。 苏麻的低音炮乍响在苏软软的耳边,他粉嫩的小脸刷得一下又红了。 苏软软忍不住辩驳道,反正我也抓不到娃娃,你又这么会抓。 那我干脆抓住你好了,到时候我就可以拥有电玩城里所有的娃娃。 江涵,这话听起来逻辑好像是没有错,但他怎么哪里听起来都觉得不太对劲。 不过江涵又听不出具体的问题来,所以他只能随口说一句鼓励的话给苏软软。 嗯,你加油抓。 他这话的意思是让苏软软加油抓娃娃,但很明显。 两个脑回路不太一样的人想到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这句话听到苏软软的耳朵里,几乎完全变了味道。 他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轻盈透彻,宛如两潭秋水。 可当这潭秋水闪烁着羞涩和惊喜的光芒时, 却像是倒映在水中的璀璨星河。 这一刻,苏软软知觉的他这辈子都没有如此兴奋过。 他真的好高兴好高兴。 江涵这句话算不算是间接地同意了,他去追他。 只是他现在还不够努力,所以他的意思是要他更加努力才能追到他。 苏软软瞬间恍然大悟。 他羞涩地想,江涵这个直男竟然会用这种方式来暗示他。 那是不是说明,其实他对他也不是全然没有感觉的,至少肯定有好感。 不过,应该没有到喜欢的地步。 苏软软笑弯了眉毛,像两弯月牙。 没关系,只要有了好感就行,剩下的就靠他苏软软大显身手,再添机把火。 他这个念头一出,江涵的脑海中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 检测到恋爱行为,积分加实。 江涵看了一眼,他握着苏软软手的那个动作,一瞬间仿佛明白了什么。 原来想要长积分,牵手就可以了呀。 那这个可以,苏软软的手小小的一只,牵起来也挺好玩的,他牵着就牵着吧。 有什么大不了? 认真抓娃娃,你看好了呀。 嗯嗯,苏软软点头。 江涵这么一波正常的操作下来,很快,在欧气爆棚体验券的加持下。 苏软软就得到了他人生中亲手抓到的第一个娃娃。 他的心情顿时更好了。 再来一次,我还想抓。 苏软软跃跃欲试地看着江涵说道。 好,江涵这一点头,几秒钟后。 这台娃娃机最后一个娃娃也被苏软软给抓到了。 啊?哥哥,这台机器的娃娃已经被我们给抓完了呀。 这怎么办? 走,换下一台。 这一次,江涵理所当然地牵着苏软软的小手网过到后面的那台娃娃机走去。 这台娃娃机里面的娃娃都是限量版。 一堆人围在娃娃机的面前卯足了净抓,但最后都鲨鱼而归。 其他人见这台娃娃机前面没有任何人抓到,于是纷纷试了两次就散了。 哥哥,我看其他人好像都抓不到娃娃。 这家娃娃原来这么难吗? 苏软软不明所以地问道。 还好啊,以你的运气,随便一加就可以加得到。 江涵开始了他的骗小孩之路。 他原本可是个三观症,从不搞欺骗的人。 但为了哄苏软软开心,他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违心的话。 哇,真的呀,我真的能抓到。 再又一次,江涵握着苏软软的手抓到了娃娃以后。 他忍不住发出了惊喜的声音。 莫名的,江涵心里面有股奇怪的情绪在缓缓流淌。 不知道为什么,他听见他这么高兴的声音,心情也会随之变得更加愉悦。 他到底怎么了? 除了他家人和兄弟以外,从来还没有这样一个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左右他的情绪。 而且,竟然还是女人。 江涵难以置信的同时,苏软软已经操控起了遥控杆。 哗啦啦地抓了七八个娃娃。 这时候,有个工作人员正好在巡查看到了这一幕。 他就是前面那个被江涵问过机器问题的工作人员。 他看着机器洞口处那些数十个堆在一起的娃娃,眼皮猛地一跳。 两步走上前来说道,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台机器已经坏掉了,前面忘记去维修了。 您抓的这些娃娃不好意思,不算数。 这些可全都是限量版的娃娃啊,每一个都价值不菲,所以超级难抓。 自他们店完成摆上了这台娃娃机以来,从始至终就只有一个顾客抓到过。 而这件事情还发生在两年前。 他们把这台娃娃机摆在如此显眼的位置。 里面这些做工精致的限量版娃娃,就会变得越来越有诱惑力。 吸引了无数顾客甘愿为他而掏钱。 每一个上去抓的人都认为自己肯定可以抓到,自己肯定是那一个信任。 但就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他们店完成正式利用了这种客人的这种侥幸心理,以此来薅羊毛。 江韩文言放眼望去,竟然发现店完成里这摩多台娃娃机这摩多的游客。 很多人都是抓了很久的,可手上却基本全都是空的。 而手中拿了娃娃的那几个人,很明显就是这店完成请来的托。 因为他们不停地在娃娃机附近四处走动,却没有出手去抓娃娃。 江韩瞬间意识到,这家店完成的程序设定有问题。 这种行为违反了商业道德,很明显就是在顾客身上疯狂薅羊毛。 而前世身为商人的江韩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载顾客的商业手段。 为了利益完全不顾忌其他的东西。 虽然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这种行为在江韩看起来就是不爽极了。 更关键的是,娃娃机面前组团来的小朋友明显是最多的。 这步,就有四个结伴来的小学生从旁边路过,哭丧着脸吐槽道。 哎,我给妈妈做家务做了这么久才换来的零花钱。 想要抓我最喜欢的那个羊娃娃,可我来了这店完成几次都抓不到。 我也是。 小美,我喜欢那个紫色的兔子。 连爷爷过年给我的压岁钱都用了,可就是抓不到。 他们的声音很大,传到了江韩这边三人的耳朵里。 这工作人员文言明显有些心虚,但也就是一秒钟。 随后他又恢复了正常的脸色,把他刚刚那些话又给江韩重负了一遍。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台娃娃机已经坏掉了,请您移步到其他机器。 刚刚您在这台机器上消费的游戏币,我们店完成可以全部返还给您。 啊?这机器坏了? 不会吧? 你前面的时候不是跟我们说你们店完成的机器不会坏吗? 苏软软纳闷了,板着一张软萌的小脸看着他,他还故意用上了凶凶的眼神,却没有丝毫的杀伤力。 不好意思这位女士,我当时指的是,你们家的那一台娃娃机没有换。 但是没有说这一台。 赵华也就是这个工作人员,他阵阵有词地说道。 他一边说着,一边反手去指刚刚那台娃娃机,眼神才转过去。 就看到了极其震撼的一幕。 天哪,这台娃娃机里面的娃娃都去哪里了? 不会吧? 怎么可能全都消失了? 不可能不可能。 赵华被吓得瞪大了眼睛,他仔细看着那台娃娃机,发出了无比惊讶的声音。 怎么不可能? 哼哼,这娃娃机里面没有了娃娃,当然是被我们全部夹走了呀。 苏软软气呼呼地说道,他又不是个傻子。 看到这店完成工作人员的嘴脸以后,顿时就明白了。 这些娃娃机的程序有问题,是他们专门拿来欺骗顾客消费的。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肯定是娃娃机坏了。 赵东难以置信地叫道。 没什么不可能的,我可能也就是运气好了那么一点而已。 江涵挑了挑眉,故意把先前赵东对着他说了一遍的话,又说了一遍,回来给他听。 不可能,运气再好,也不可能连续抓到娃娃。 肯定是机器坏了。 赵东这一下子,不小心把心里话都给说了出来,马上就被江涵抓到了字眼。 什么叫做运气再好也不可能,你又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而且,这句话不是前面你自己说的吗? 我记得我还特意问过你。 那台娃娃机是不是坏了? 你不是很确切地跟我说没有吗? 眼见着周围听到风声,而过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赵东急得冷汗直流。 拼命白手解释道。 不是的,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当时肯定说的是机器坏了。 你骗人,你绝对不是这么说的。 苏软软忍不住有些生气。 他那双大眼睛瞪圆了看着赵东,乃凶乃凶的。 这样吧,我给你刷我的游戏卡,你亲自来抓,看你能不能抓到。 江涵记上心来。 立马说道。 不行,我现在可是上班时间,怎么能去抓娃娃呢? 赵东知道这些娃娃机的程序有问题,他知道自己肯定抓不到。 他才不会这么傻的就上去抓娃娃呢。 可他不想抓,群众的口水都会淹死他。 我看这店完成就是游鬼,我就说嘛,我抓了一个上午了。 想抓那个限量的钢铁侠模型,我都最少花掉了八百块钱了。 那机器的铁爪,愣是连模型的手都没有抓起来。 就是! 我带我家孩子,也来这店完成好几次了。 他每次都想抓那个限量版的芭比公主,但总是抓不到。 我答应好久要送给他了,到现在还没有抓到。 快点,快点上去抓。 别人这个小伙子都能抓到这么多娃娃。 你身为这个店完成的工作人原凭什么,不敢上去抓? 恐怕就是你心里知道这些娃娃机有问题,才不敢上去的吧。 这些群众,很多都是为了这些国内买不到的限量版娃娃,或者模型,才来想着来店完成抓的老顾客。 最近一年以来国外的疫情严重,他们根本出不了国。 所以,就想住来这里碰碰运气,但没想到,从来没有抓到过东西。 赵东被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的那个冷汉,是一刻不停地往外貌? 他甚至有点想逃,可前面堵了江涵和苏软软,身后是一大批群众。 他根本无路可退。 赵东的目光落在了最近的那台限量版的娃娃机上。 他看到被江涵抓出来的那些娃娃,顿时又觉得肯定是这台娃娃机的程序坏掉了。 所以才会被江涵碰巧抓到了这么多娃娃。 想到这里,赵东咬咬牙,决定试一次。 他一步跨到娃娃机面前,下手快准狠地去抓娃娃。 而果不其然,赵东又没有欧气爆棚体验券。 怎么可能抓得到这种程序被专门锁死的娃娃机? 看到那在空中就松掉了的铁爪。 赵东气得忍不住在娃娃机的操控台上垂了一圈。 他就不信了,别人能抓到这么多的娃娃,偏偏他赵东抓不到。 第一次抓娃娃失败,众人一片哗然。 赵东面皮发烫,但他还是不准备认输。 于是,在江涵含笑的双眼之下,他又给赵东用游戏卡刷了一次。 然而,不仅仅是第一次,第二次,直到第五次,赵东都什么都没有抓到。 他整个人站在原地直接傻眼了,却被刺激地还想要继续抓。 他卯足了净想要在群众面前证明这个娃娃机就是坏的。 可江涵随便出手一抓,娃娃就顺利地掉到了洞口。 此时此刻,群众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们全都明白了过来,原来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运气问题。 根本就是这个电完成,故意在坑他们。 不,不可能,一定是你对娃娃机做了什么手脚。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命中率这么高? 赵东急得汗如雨下,明明他此时身在空调房里。 可他衣服的后面却全被汗水给打湿了。 尤其是旁边围观群众窃窃私语的声音更是不停地在刺激他的大脑。 头脑发热之下,赵东直接将他的心里话说了出来。 机智如江涵,立马就捕捉到了他话中的其他意思。 他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赵东。 哦,命中率这么高? 所以,你承认是游乐场在娃娃机上做了手脚导致命中率低? 所以,我们才抓不到娃娃? 没,没有。 江涵的步步紧逼让赵东几乎喘不过气来。 不过,他依然还在努力地想替电完成再辩解机具。 可是围观的那些人也不是傻子,早就从两人的对话中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肯定是电完成在娃娃机上面动了手脚欺骗消费者。 所以,他们才会花了那么多钱也抓不到自己喜欢的娃娃。 这已经超过了娃娃机正常的命中概率,明显就是有问题。 立马就有情绪激动的人,就大声嚷道。 什么破电完成? 这不是存心坑我们的钱吗? 我不玩了,我要退钱。 这游戏币,我不要了。 这事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 很快退钱退币的声音,就响彻了整个电完成。 眼见围观和要求退钱的人越来越多, 原本还慌乱的赵东突然冷静了下来。 他狠狠地瞪了江涵一眼。 都是这个家伙惹出来的好事。 他今天肯定会被老板给骂死。 最好别让这小子落到他的手里, 否则的话,他一定不会让这小子好过。 赵东掩珠子一转, 他指了指旁边墙壁上贴住的游玩规则, 然后两手一摊。 语气立马多了几分无赖。 大家都看清楚了, 那墙上可是黑纸白字写了。 我们电完成游戏壁,一旦售出。 盖部退货。 上面也有说了, 整个电完成我们会设置不同难度的游戏。 你通不过, 那是你自己没实力, 就是运气不好。 这完全就是运气的问题, 关我们电完成的机器什么事? 听着赵东这不要脸的话, 围观的人更生气了。 甚至有冲动的年轻小伙撸起袖子, 就准备揍人。 江涵赶紧伸手, 拦住了那个冲动的年轻小伙。 大兄弟, 揍人是犯法的。 脚踩这片土地, 就得尊重这个国家的法律。 年轻小伙子朝赵东呸了一口, 这才愤愤地离开了。 赵东也趁机溜走了, 莫热闹看围观的群众, 很快就一边吐槽, 一边散了。 等人都走光了, 江涵这才朝苏软软晃了晃手里的卡。 还有什么想完的吗? 苏软软一脸崇拜地看着江涵, 水波流转得大眼睛里满是兴奋的光芒。 哥哥, 你刚刚真的好帅啊。 江涵突然被苏软软这么一夸, 俊脸上的神色顿时有些不自然。 他微微倾咳一声, 努力绷直嘴角。 还行吧, 也就是正常操作。 哥哥, 刚刚那个人这么怀疑你。 而且, 这家电玩城很明显有问题。 要不我们干脆就把他这个游戏机里的娃娃全都抓走。 苏软软说完, 还挥了挥拳头, 乃凶乃凶的样子。 披在身后的长发跟着他的动作而摇摆, 趁得他整个人更加软萌。 哼, 他苏软软的人可不是谁都能欺负的。 不给这电玩城的工作人员一个教训。 他苏软软练了这么多年的柔道, 真是白学了。 江涵文言心间顿时一颤, 涌上了一股莫名的滋味。 他复杂地看了一眼苏软软, 这一瞬间他好像有很多话想要跟他说。 不过话到了嘴边, 江涵又咽了下去。 因为他不好意思这么直白地跟苏软软表达出来。 不过有些话说不出口, 但是可以转换位行动。 接下来, 江涵不停地帮苏软软刷游戏卡, 然后握着他的手带着他抓娃娃。 很快, 剩下的两百多个游戏笔就刷完了。 江涵把抓来的娃娃都给了苏软软, 可他却转手分给了其他在场的小朋友。 看着他们兴高采烈的笑容, 苏软软自己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快乐就是需要分享的。 此时, 很多娃娃机里面都还有娃娃。 走, 我们去冲钱。 既然苏软软说要把娃娃全都给抓走, 那江涵就帮他一个也不上。 郑昆阳曾经疯狂迷恋过网络小说, 还带着江涵也一起看了一段时间。 很多沈豪文的男主角 拿到了系统奖励的欧皇降临体验券以后, 就去疯狂地购买彩票, 然后就会一夜暴富。 但江涵没有, 在重生以后的他眼里,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和东西 都比财富重要了。 钱要有, 但够用就好。 此时的江涵是这样想的。 可他不知道, 未来某一天, 为了顺利把老婆娶回家, 费了多大的功夫。 江涵牵着苏软软的手 就往收银台走去, 现在对于牵手这样的举动。 他心里都已经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觉了。 反正就当前了只小奶狗一样, 莫什么很大区别。 苏软软走在一旁, 看着江涵的侧脸, 大大的眼睛里满是崇拜。 他真是觉得江涵越来越觉得帅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 这么喜欢他? 正所谓冤家路窄, 两人走到前台。 江涵和苏软软这才发现, 原本充值的人变成了赵东。 听说江涵要冲钱, 赵东直接将他的卡退了回去。 不好意思, 你的钱我们不收。 啊? 你凭什么不收我们的钱? 江涵还没说话, 苏软软就像被踩到尾巴的小猫, 不高兴地反问道。 他脾气虽然很好, 但对待某些不友善的人, 他就丝毫不会客气。 像你这种恶意篡改我们程序的人, 我不仅不收你的钱。 我还要联系我们市里所有的电玩城, 将你列入黑名单。 赵东说完, 阴侧侧地看着江涵。 年轻人, 走夜路多了, 总会撞到鬼的。 跟在江涵身后的小伙子, 听到赵东这一番, 化脾气瞬间就上来了。 先前赵东跟江涵争吵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 事情的经过他都清清楚楚, 当即就怒吼道, 漠视, 大哥, 他不给你冲。 我这游戏卡里还有不少钱, 免费送给你玩。 小伙子这中气十足的声音, 一下子将其他声音给盖了下去。 见其他人的视线看过来, 小伙子心中的正义感爆发了。 快速地江当当的事情说了一遍, 又有不少人变得一份填膺起来, 纷纷拿出自己的卡地给江涵。 兄弟, 这家店也欺人太甚了, 我的卡也给你。 还有我的。 不到两分钟, 江涵的手里就多了一堆游戏卡。 赵东看到这一幕, 脸黑得跟郭迪有的一拼。 他已经检查过了, 所有娃娃机的程序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难道真的是这小子运气爆棚? 不, 不可能, 他赵东不相信。 江涵拿着一堆游戏卡, 有些哭笑不得。 这怎么好意思啊? 这样吧, 我拿了你们的游戏卡。 然后你们想要什么娃娃就跟我说, 我免费给你们加, OK? 可以。 于是, 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跟着江涵去了娃娃机那边。 接下来, 江涵每抓到一个娃娃, 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叫好声。 江涵也如他所说的那样, 抓到娃娃就送给提供游戏卡的人。 而有些人不要那么多娃娃, 随手又给了苏软软。 没多久, 小小的苏软软再次被娃娃们给淹没了。 小罗莉藏在娃娃堆里, 可爱到爆炸。 不到一个小时, 店完成那些限量版的娃娃机里面的娃娃, 都被江涵家的前前进进。 他还好心地给店完成的人 留下了机台娃娃机, 没有动。 围观的那些人, 也都抱着自己喜欢的娃娃或者模型,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苏软软坐在娃娃堆里, 捧着下巴, 抬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看着江涵。 他以为苏软软又要夸他厉害, 表情顿时又有些不自然。 不过他又没说话, 似乎是在等着苏软软把话说出来。 江涵默默地发誓, 他不说话, 绝对不是因为想听他开口夸他。 哇, 哥哥, 你怎么这么厉害, 抓了这么多娃娃? 江涵忍不住勾了勾唇绊。 紧接着, 苏软软又来了一句。 所以, 你先前将那么多次都莫衷, 是在故意斗我完吗? 文言, 江涵浑身一僵。 PS, 这两张超长哦, 这是补昨天的。 今天的更新在晚上, 提示有劲爆剧情。 看到苏软软瞬间变了的脸色, 江涵的俊脸上闪过一丝慌望。 危险, 怎么露出了端倪。 不过他集中生智, 马上说道, 没有, 我一开始也没玩过这种娃娃机, 所以, 一开始的那几次是在练习, 所以才没有抓到。 苏软软皱眉, 有些迟疑地看着江涵, 似乎是在权衡他这番话的真假。 嗯, 放心吧, 我从来不会骗小朋友。 看着苏软软那清澈中, 带着狐疑的眼神, 江涵犹如鬼使神差一般。 将手放到苏软软的头上, 像撸猫一样, 轻轻揉了揉他, 毛茸茸的小脑袋。 苏软软瞬间愣住了, 大脑一片空白, 眼睛中只剩下江涵低头垂眸的模样。 他, 他竟然被江涵摸了。 他竟然主动摸了他的脑袋。 看到苏软软瞳孔中震惊的光芒, 江涵才意识到他正在对他做了什么。 于是赶紧收回手。 你才是小朋友? 嗯, 不准揉小朋友的脑袋。 苏软软气哼哼的, 他真的很不喜欢别人叫他小朋友。 他明明已经是成年人了。 苏软软, 你不觉得你很像小学生吗? 苏软软本来被江涵这个动作弄得脸红, 他怕被他看出端倪, 于是低下头, 玩弄着自己的手指。 可他耳旁却又听江涵来了这么一句, 他难以置信抬头看着他, 然后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我像小学生? 怎么可能? 江涵, 我明明就已经是大学生, 而且我还是你的直系学妹。 苏软软乍毛了, 忍不住脱掉了他那个给江涵的称呼伪装。 暴露出了一丝本性, 他就这么直接喊了他的全名。 江涵看着他这个样子, 忍不住勾唇笑了。 再次伸出大掌, 直接把他的头顶揉得更乱了, 就像杂草队一样。 这时, 江涵的脑海里传来一句声音, 检测到恋爱行为, 积分加实。 原来摸头也算。 那苏软软的脑袋揉起来的手感那么好, 他可以一直揉。 他终于忍无可忍了, 一巴掌拍掉他胡作非味的手, 眼睛几乎可以喷火。 江涵, 你摸我脑袋就算了, 能不能不要把我头发搞乱? 你再叫江涵试试? 嗯? 江涵突然就觉得他很好玩, 再次重新抬手揉他的发顶, 还故意加重了手上的力气。 我就叫怎么了? 江涵江涵江涵? 你这个大坏蛋! 江涵, 你不要再弄我头发了。 苏软软的小嘴, 不满地翘了起来, 漂亮的小脸上表情生动而自然。 睫毛卷翘而密集, 是整个电玩城里的娃娃, 夹起来都比你不了得可爱。 而这是独属于江涵一个人的视角, 男友视角YYDS。 他心脏忽然被某重东西狠狠地一击, 犹如尖冰被锤子打碎了一脚。 江涵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慌乱, 俊美的脸庞甚至直接别开, 不敢再去看他的脸。 可他的心脏却不由自主地扑通扑通直跳。 而江涵下意识地去忽略, 去逃避。 可他又能逃得了多久? 好了不闹了, 走吧, 现在还有点时间, 我带你在商场里随便去看看。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于是江涵把手收了回来。 但苏软软的报复心可是很降的。 他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江涵, 想到上午发生的事情, 突然寄上心来。 只见苏软软一只手扶着额头, 神色忽然一白, 小嘴里叫嚷着, 哥哥, 我头好晕啊。 而同时, 他双眼一闭, 以最快的速度倒在了江涵的身上。 这次跟上午那次完全不一样, 江涵自己现在都是心乱如麻, 思绪混乱住的。 苏软软这么突如其来地往他身上一抖, 江涵莫来得及防备。 要不是旁边正好有一堵墙在那里。 他恐怕都得被他这一下子给扑倒在地上。 不过, 他虽然被是靠在墙上的, 但整个人几乎已经是被半推倒的状态了。 苏软软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 似乎都要蹦出来了。 可这种时候, 他高超的演技更是到了起关键作用的时候。 苏软软的声音在此时都被他放得很低。 粉嫩的唇瓣靠在江涵的耳边, 静得几乎清上了他的耳垂, 吐气如蓝。 哥哥, 软软的头突然好晕好晕呀。 嗯, 好想吃糖, 怎么办? 与此同时, 江涵的脑海里不停地播放着同一句话, 检测到恋爱行为, 积分加实。 这句话足足被系统重复了五遍, 才停了下来。 江涵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 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了红韵。 他的心跳声快得犹如雨点, 密集而声响。 扑通扑通扑通。 活了两辈子, 江涵甚至从来没有过心跳得这么快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但是他知道, 现在他跟苏软软的这个距离属实, 是太过于亲密了。 尤其是, 江涵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 他身体曲线的起伏。 而就是那么巧的, 完美贴合到了他身上。 那两团绵软随着他的动作, 在他的胸膛上不停地蹭, 不停地摇摆。 所过之处, 直接撩起了一片熊熊烈火。 江涵的轻筋暴跳, 额头上也冒出了虚汗, 神色变得非常不自然。 苏软软, 你起来, 怎么能这样直接倒我身上? 可是, 哥哥我头突然好晕好晕, 我根本站不起来怎么办? 苏软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卷翘的睫毛每一次轻颤。 江涵的心都仿佛紧随着一颤。 他现在不知道, 是该害怕他做出更过分的行为, 还是应该心生喜悦。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 江涵整个人瞬间一阵。 他竟然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江涵只感觉自己全身都在发烫, 呼吸都很不顺。 他忽然想起, 他今天上午买糖和巧克力的时候, 顺手摸了两颗放在了裤子的口袋里。 于是他出声说道, 软软, 你往我裤子口袋里面摸, 如果摸到了什么阴影的东西, 那就是你要的糖。 然而, 江涵话都没有说完, 就被脸色爆红的苏软软给打断了。 他看着他的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 甚至都忘记了自己还在伪装, 忍不住提高了一点音量。 江涵, 你疯了, 你怎么能让我在大厅广众之下摸你那脸? 原来你是这样的流氓。 江涵被苏软软说的那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他猛逼地问道, 怎么了? 我的双手都被你压住了。 然后我想起来, 我裤子的口袋里放了几颗水果汤, 所以让你自己去哪儿也。 我怎么就成流氓了? 他搞不懂苏软软的脑回路, 难道他让他拿一下东西而已就成了流氓? 啊? 苏软软瞪大了眼睛。 啊,什么啊? 赶紧起来, 苏软软, 我不用你拿了, 这趟我亲手拿可以吗? 江涵被他这一顶流氓的帽子扣下来, 差点没吓死。 不过, 他现在却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你不是头晕吗? 你现在不晕了? 没有啊, 我还晕着呢。 江涵的嘴角忍不住一抽, 他接着说道, 你要是再不起来, 我就要生气了。 光天化日之下, 还这魔多人看着, 苏软软你不嫌丢人? 检测到宿主的直男行位, 积分扣二十。 不是吧? 江涵的脸色瞬间一变。 这系统也太狗了。 他不过是叫苏软软从他身上爬起来, 就直接扣了他二十积分。 天哪, 这积分简直是难守难攻啊。 旁边全是看好戏的目光, 苏软软反应过来之后, 有些受不了。 他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等江涵也站好以后。 他拉着江涵的手, 就朝着这一层的另外一边走去。 他一边走, 还一边在懊恼。 哈哈! 简直是丢脸死了, 他有那么重吗? 都怪江涵, 也太容易推倒了吧。 苏软软, 你是个什么傻子? 好不容易把男人给扑倒了, 没有畏所欲畏就算了。 还潜出了这么丢人的事情。 呜呜, 丢死人了。 越想越丢人, 江涵走在他的旁边, 亲眼看到了他那张漂亮的小脸上千变万化的神情, 以及一会变白, 一会变红的脸色。 这小妮子, 不去表演变脸, 真是可惜了。 检测到宿主的直男行位, 积分扣时, 江涵的嘴角再次忍不住抽了抽。 大兵! 你过分了! 苏软软慌不择路地拉着江涵在商场的长廊里面到处乱逛。 小眼神四处乱飞。 中央空调的冷气江苏软软脸上的燥热吹走了几分, 人也冷静下来了。 停下脚步, 他这才发现旁边就是一家美妆店。 苏软软想到先前来找江涵要微信的那两个女生。 大眼睛里的光芒瞬间晃了晃。 其实以他的目光来看, 那两个女生长得挺一般, 不过是妆化得好看。 原本只有四分的颜值提到了六七分的样子。 男生应该都喜欢漂亮女生吧? 想到这, 苏软软悄悄看了江涵一眼。 不行, 外面的花蝴蝶太多了, 内卷起来非常恐怖。 他要努力变美变漂亮, 绝对不能江江涵被他们勾走, 他也要化妆。 可是, 看着美妆店里面琳琅满目的化妆品, 苏软软又犯愁了。 别看他是个女生, 可是他真不会化妆。 在国外的时候, 他妈妈一直有属于自己的造型团队和化妆师。 所以, 他不管是出席宴会, 还是什么场合, 造型团队都会帮他打扮好。 像是日常的编发什么的, 都有管家和佣人们轮流帮忙。 现在让他亲自上手来给自己化妆, 苏软软顿时有点耸。 看到苏软软的眼神一直停留在那些化妆品上, 江涵这才反应过来。 好像女生天生都爱漂亮, 于是他大手一挥, 主动说道, 软软, 你要是喜欢, 就进去看看, 想买什么随便买, 不差钱。 苏软软听到这一句话, 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甚至还有些美滋滋的。 走进去, 苏软软这才发现, 左手边就是一面镜子, 镜子旁边放了一排眉笔。 他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 眉毛颜色似乎有些淡。 而且这段时间, 默认帮他修眉, 就连眉形也没了。 这时, 一个售货员走了过来, 打亮了苏软软和江涵一眼, 轻声开口道, 先生, 您是来替你妹妹买户肤品的吗? 请走这边。 听到妹妹两个字, 江涵和苏软软不约而同地皱了皱眉。 为什么今天总有人误会他们两个的关系? 江涵想, 他们两人难道不是正常的同居关系吗? 苏软软想的却是, 他们两人之间的氛围一看就是未婚夫妻好不好。 而江涵莫注意到的是, 他此刻的关注点已经偏了。 看到两人都变了脸色, 再笨的售货员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不好意思, 原来你们两人是情侣啊, 是我看错了, 实在是妹妹太年轻了。 看来你男朋友平常一定很宠你。 瘦货员善笑两声。 江涵怕影响了苏软软的名声, 正要开口解释道, 谁知道这瘦货员已经尴尬地走掉了。 苏软软直接将江涵拉到镜子面前, 指着镜子里的自己问道, 我看起来是不是很小? 你本来就很小, 这不是看起来的问题。 江涵莫明白苏软软的意思。 直白地回道, 苏软软撇了撇小嘴, 不满地瞪圆了眼睛。 一定是他的穿着打扮显得太小了, 太嫩了。 所以, 江涵才会一直将他当成妹妹看待, 根本没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女人。 这怎么行? 他的目标可不是成为江涵的妹妹啊。 所以, 他必须学会化妆, 然后将自己打扮得成熟一点。 想到这, 苏软软捏紧了拳头。 不就是化妆吗? 他这么聪明伶俐, 一定难不倒他的。 苏软软在心里豪气万丈地说道, 只是想法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看着这些架子上的粉底液, CC霜, 还有气垫, 苏软软觉得自己脑子都大了。 谁来告诉他, 这些东西有什么区别, 分别要怎么用啊? 这时, 苏软软眼睛一转, 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发现, 这些售货员不约而同的, 全都化了眉毛。 而且又深又粗。 苏软软勉强从脑海中扒拉出一段话。 似乎好像有个国际知名化妆师, 说过, 眉毛是一个人惊其神的表现。 至于是谁说的, 苏软软忘了。 他决定了, 今天的改变就先从眉毛开始。 苏软软拉了江涵一把, 江涵, 我的眉毛是不是很丑? 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开始直接喊起了江涵的全名。 江涵听到苏软软的话, 有些不明白他的意思。 大家都是人, 眉毛不都长得差不多吗? 难道还分什么眉丑? 女孩子的世界, 他真的是不懂。 心里不断地吐槽, 面上江涵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他装模作样地仔细看了一回, 这才开口道, 还行。 苏软软一听就知道, 江涵这回答是在敷衍他, 当即拉着江涵的手臂。 声音软乎乎的。 江涵, 你能不能别这么敷衍我, 我想听你说真话。 他的声音本来就是标准的萝莉音, 在这么一放软。 听起来妥妥的, 就像是在撒娇。 而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江涵当然也没有发觉。 但他哪经得住苏软软这一番撒娇, 摸多久, 就举手投降说道。 我看不出来, 我觉得眉毛都差不多啊, 没什么区别。 都差不多。 摸什么区别。 听到这两句话, 苏软软又不乐意了。 难道在江涵的心中, 他就跟普通人差不多? 那怎么能行? 他一定要做江涵眼里 最特别最漂亮的那一个。 江涵这两句话, 算是彻底激起了苏软软心中的斗志。 他找到导购元然后说道, 姐姐, 可不可以帮我选一只适合我的眉笔? 导购元听到苏软软这模有礼貌的问话, 立马看了他一眼。 然后仔细地在众多眉笔当中挑了一只出来递给他。 女士, 我觉得这只眉笔挺适合您的, 主要是跟您的发色比较大。 苏软软眉太懂这些颜色的划分, 不过他相信导购元的话。 结果他手里的眉笔, 对着镜子就准备画眉。 没想到他才刚用了一点力气, 手中的眉笔就断了。 导购元小姐姐努力憋笑, 语气温柔地说道, 女士, 眉毛不是这样画的。 眉笔之地软, 要轻轻地画, 如果力气大了, 很容易断的。 说着他接过苏软软手里的眉笔, 准备替苏软软画眉。 可苏软软赶紧推开导购元的手。 画眉这么有情调的事情, 怎么能交给别人来做呢? 苏软软眨巴着大眼, 露出一个楚楚可怜的表情, 妄想站在他左后方的江涵。 哥哥, 这个眉毛我画不好, 你能帮我画下眉毛吗? 我也不会。 江涵看了一眼他手里举住的那支眉笔, 表示自己真的不会。 没关系, 你就顺着我的眉毛画就行, 把颜色加深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只是我反过来不顺手而已。 苏软软见江涵的语气有些松动, 立马趁热打铁说道, 这么简单? 嗯嗯, 那好吧, 我试试。 江涵接过苏软软递过来的那支眉笔, 伸出一只大掌, 捏住了他尖尖的小下巴, 抬起他的小脸, 就准备给他画眉。 他却不满地嘟囔了一声, 江涵, 你低下头啊, 你不低头, 怎么描得清楚? 好好, 他无奈地说道,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隐秘的宠溺。 这小姑娘的要求, 还真是多。 接下来, 江涵就开始认认真真地, 给苏软软化起了眉。 他的眉毛, 原本是又细又弯又浅的, 在他精致五官的衬托之下。 显得很不起眼, 有时候看起来就真的很没有惊奇神。 握起笔的这一瞬间, 江涵的手不禁有些声音。 他想起来他前世临死前的最后一年, 除了给文件签名以外, 就没有再碰过笔了。 不禁有点怀念。 江涵的俊脸上神情满是认真, 他怕给苏软软把眉毛画砸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很怕看到他脸上伤心难过的表情。 他只想看到他的笑容。 江涵手中每一笔落下, 灰色每笔都会在他的眉毛上落下一道痕迹。 同时就好像在苏软软的心肩上挠了一下。 他抬起璀璨的大眼睛, 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俊脸。 瞳孔中闪烁的光芒亮的惊人。 苏软软不知道, 这是江涵两世以来第一次这么亲近一个女生。 两人之间的氛围甜到几乎可以冒出泡泡来。 站在不远处的几名导购员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同时捂住了嘴。 天哪, 这对小情侣也太甜了吧。 他们今天算是磕到了。 苏软软的心绪一时间很是复杂, 他的心脏砰砰直跳。 有些话他突然特别想跟江涵说。 可话到了嘴边, 苏软软张了张嘴, 却没能具体说出什么来。 他静静注视着面前的江涵, 目光如炬。 却又带着点他自己, 都未曾察觉到的轻柔。 两人之间挨得极静, 静到似乎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江涵俊美无愁的脸上, 表情柔和, 眼神认真极了。 他的瞳孔中倒映出了他清晰的眉眼。 此时此刻, 他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穿过层层壁垒。 在两人距离缩短之时, 破土而出。 告白就在嘴边, 苏软软眼神亮了亮, 唇边扬起了一丝带着甜意的笑。 他在这一瞬间, 做下了决定。 他要跟江涵吐露自己的心意。 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仔细算下来还不到24小时。 可苏软软却能够从这十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中感觉到, 江涵绝对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 再者, 最重要的是, 经过这么几件事下来。 苏软软发现, 他是真的喜欢上江涵了。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要告白就趁现在。 刚确定好自己的心意, 苏软软明亮的双眸却闪过一丝黯然。 想是想好了, 但是要怎么说出口呢? 毕竟他一个女孩子, 要做先告白的那个, 总归是有些难为情的。 愁愁半晌, 苏软软不断地在心中做着演练。 说些什么好呢?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对男生告白, 总不能太敷衍。 春风十里我喜欢你。 不行, 太俗气了。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洁。 也不行, 他要是这么说的话, 江涵这个钢铁直男未必能听懂。 三里清风三里路, 步步风里步步你。 好吧, 这个也不太行, 又俗又油, 估计也就比那个想你的夜。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一连在心中否决了好几句网上看来的告白情话, 苏软软不免有些许丧气。 好歹是第一次告白, 他本想要失忆一点, 浪漫一点。 可面前这个, 直难听不听的懂, 都成了个很大的问题。 要不, 直接告白吧。 也许, 最简洁的话语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 反正, 他是想不出来, 还有什么话能够用来告白, 还能让江涵听懂的了。 苏软软对上江涵眸子, 灵动的大眼惊一眨一眨的, 轻易如潮水般涌上来。 江涵我? 可以了, 我已经画完了。 可他的话还莫说完就疏忽被江涵打断, 苏软软半张着樱桃小嘴。 神色间带着一丝不满。 江涵并未察觉到苏软软的神色不对。 只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苏软软脸上那两弯被他画好的眉毛。 这还是他第一次给女生画眉呢。 就是不知道苏软软会不会喜欢。 前世曾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江涵, 恐怕是从未想到。 从前面对几千万订单眼都不眨一下的他。 如今却会在一个女生的眉毛画得够不够好, 这个问题上坠坠不安。 他早就已经被苏软软在无形中改变了。 水滴都能穿石, 那他钢铁直男的性格为什么不能改变? 去照照镜子,看看怎么样。 江涵灿然笑道, 看起来无懈可击的笑容背后实则暗藏着一丝丝紧张。 如果软软不喜欢,怎么办? 江涵手心都微微出起了汗。 苏软软的内心现在十分复杂, 七上八下的好像在咚咚咚地打鼓。 文言,他就立即整理好了情绪。 唉,要怪就怪刚才的气氛太好了, 害得他一时冲动。 果然有句话说得好, 暧昧上头的那几秒像极了爱情。 苏软软现在仔细想了想, 如果他在冲动之下真的跟江涵告白了。 他却不接受的话, 那他不是要尴尬死了吗? 毕竟, 依照江涵目前的言行举止来看, 还没有什么能够具体证明他真的喜欢他。 就连他对他的好感, 也只是苏软软的猜测罢了。 想到这里, 苏软软决定还是算了。 时间还不够成熟, 告白的事情以后再来也不迟, 现在吗? 还是变得更好看, 最重要。 苏软软迫不及待地走到了镜子前, 江涵的视线落到了镜子中的他。 远山眉带, 笑如星月, 白玉般的脸庞上镶嵌着如同黑药石一样明亮的双眸。 黑色长发, 柔顺地披在身后。 他顿时有些高兴。 不错, 没想到江涵第一次画眉竟然画得还不错。 仿佛在无形中为他添了风情, 原本有些淡的眉毛, 此刻已惊绪上颜色。 显得镜中人越发精神。 江涵心中一动。 哥哥, 你画得真的很好看。 苏软软笑得十分灿烂, 转头直接兴奋地抱了抱江涵, 还未从温香软玉入怀的感觉中回过神。 突然, 江涵听到脑海中传来的系统提示, 第一, 检测到恋爱行为, 积分加二十。 江涵略微思索片刻, 难不成画眉也算恋爱行为? 他转头看向笑容灿烂的苏软软, 心中突然质问起了自己。 如果没有系统给恋爱行为的加分, 他还会不会同意给他画眉? 两人买下了几支眉笔, 接下来就顺势逛到了离眉笔区不远的口红区。 各色口红摆满了整个货架台, 急目望去琳琅满目, 目不暇接。 苏软软看到这些口红时, 眼神顿时一亮。 如果他想要画一个成熟性感的妆容, 那么口红肯定是再合适不够的必须品。 思级至此, 苏软软心智勃勃地拉住江涵来到了口红展示区。 江涵, 你给我选吧。 江涵还莫从刚刚的事情中缓过神, 苏软软尽量的眼神就对了上来。 看着面前一排排长短不一, 格外精致的口红, 江涵颇觉得有些头大。 他怎么可能会选这重东西? 这简直就是在给他出难题。 可江涵不会在这种小事上拒绝苏软软。 只好硬着头皮依照自己的审美, 选取口红。 顶着苏软软期待的目光, 江涵将手缓缓伸向了一管, 看上去粉粉嫩嫩的口红。 在他看来, 女生的话应该都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颜色吧。 特别是苏软软这众小女生。 江涵拿过口红, 扭开盖子一看, 却发现随着光线的变化。 原本还是粉红色的口红膏体, 居然变成了霉红色。 他顿时就梦了。 这口红竟然还会变色。 不行不行, 这口红的质量恐怕有点问题。 于是, 江涵又将这支口红放了回去。 他转头看看苏软软, 艰难地思考着该选什么样的颜色, 才能为他锦上添花。 不至于很难看。 冥思苦想很久, 江涵又拿起了一管橘红色的口红。 这样的颜色, 应该挺显白的吧。 江涵犹豫豫地, 把口红地给苏软软, 最后他余光一扫。 又拿了一支死亡八笔粉地过去。 看到这个口红的颜色, 苏软软的笑容渐渐凝制住。 这江涵就这么没有常识吗? 居然把严重踩雷的口红颜色递给他了。 不过, 他可并不介意江涵在这方面不能游刃有余。 但正好从侧面证明了他吉少接触女人。 这, 就足够了。 抱歉, 我好像不会分清楚这个的颜色。 江涵敏锐地察觉到苏软软笑容的质色, 俊脸上的表情里忍不住有些懊恼。 没事, 末世, 江涵, 你帮我试试色就好了。 苏软软笑得开怀, 不由分说地拉过了江涵的手。 柔弱无骨的小手带着微微的凉意, 却让江涵莫名地感受到一丝燥热。 苏软软选了几支不同颜色口红的试用装在他眼前晃了晃。 那我可是了哦。 好, 江涵点了点头。 得到他的回应后, 苏软软立即拿过了一支试用装。 在江涵的胳膊上画下了一道口红印。 他一边画, 一边偷偷地描着江涵那张俊脸上的表情。 他竟然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苏软软忍不住弯了弯眉眼, 最后选了一支枫叶红, 伸到了江涵的面前。 江涵, 我觉得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我想试试, 你觉得怎么样? 嗯, 可以。 他知道, 这种时候点头就是最好的回答。 苏软软得到他的回答之后, 直接把口红塞到了他的手上。 怎么了? 要直接买单吗? 你刚刚不是说要试色? 江涵莫明白他的意思。 不是, 江涵哥哥, 你看你刚刚都帮我画了眉毛。 我觉得你可以帮我一起把口红也涂了。 这不行, 你自己对着镜子涂吧。 江涵的余光看到这美妆店里, 还有其他不少的客人, 果断地拒绝了苏软软的这个要求。 本来他帮他画眉就已经是越界的举动了, 他现在还得寸进尺, 想要他帮他涂口红。 不行, 这绝对不行。 他宁愿被系统扣分, 也不会超出这个界限。 果然, 江涵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系统大兵就直接给他扣掉了十分。 啊? 可是我不会反手涂怎么办? 那没关系, 我给你把这里所有颜色的口红都买一支回去。 你换着涂。 哥哥, 我不, 我不想, 那太浪费了。 苏软软撇了撇小嘴, 明显有些不高兴。 他知道自己这个要求的却得寸进尺了。 但苏软软这样的小萝莉,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他只是有点贪心而已。 没关系, 只要你喜欢就行。 江涵满脸认真的说道。 可苏软软却不理他, 反而扯着他的衣袖摇了摇, 大大的眼睛扑闪扑闪的。 尾音有些上翘。 江涵哥哥, 你就答应我吗? 就一次, 最后一次。 拜托了。 此时此刻。 江涵就算是再怎么坚硬的铁心, 都要被苏软软这一声撒娇给融化了。 他抿了抿嘴, 最终还是同意了。 看吧, 打脸如同龙卷风, 来得快准很。 但此时的江涵万万没想到。 三分钟之后的苏软软, 竟然对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江涵江涵给苏软软涂口红的动作, 几乎和画眉的动作, 没有什么区别。 他照葫芦画瓢的, 按照他原本流畅的唇形, 用口红一点一点地填充。 最后, 勾勒出了他饱满, 而鲜艳欲滴的玫瑰色唇瓣。 苏软软的五官本就极为精致, 被画过的浓眉为他添加了几分精气神。 而这被枫叶红填满了的唇瓣, 则为他平添了几分妖娆的魅色。 江涵护忆忍不住一致, 眼睛中画过几分惊艳。 他真的好漂亮, 漂亮到了满园春色都关不住的地步。 江涵哥哥, 你觉得好看吗? 江涵直觉的喉咙一阵干涩,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苏软软看着江涵这幅表情, 还以为他涂上这个口红的颜色之后, 很难看。 马上走到了镜子面前, 窄窄细细的端想起了他现在的唇瓣。 挺好看的呀。 而且他这唇形, 难道不正好是豆音上说的那种, 最适合用来接吻的唇形吗? 想到这里, 苏软软突然回头, 脚侠的目光飘向了身后的江涵。 他朝着他勾了勾手指, 像只小狐狸精一样对着他笑。 江涵哥哥, 我刚刚突然想起了一个秘密, 是有关于你的, 你凑过来一点。 我告诉给你听。 没事, 你直接说吧。 那不行, 这秘密就是秘密, 万一被其他人听到了怎么办? 苏软软那副神秘兮兮的表情, 最终让江涵迈步走向了他。 你再过来一点。 他嫌这个距离不够, 又说道。 嗯, 江涵又朝他迈了一步出去。 低头。 他完全没有想那么多, 还以为苏软软是真的要跟他说什么秘密。 于是, 怀着好奇心的江涵, 真的直接低头了。 要说江涵傻呢, 他有时候比谁都聪明。 要说他不傻呢, 可他在苏软软面前就没有聪明过。 这不, 等他意识到自己被苏软软套路了的时候, 他已惊点起脚尖, 飞快地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江涵瞳孔中的震惊被无限放大。 等等, 他刚刚这是被他给亲了吗? 不, 是又是。 刹那间, 江涵突然记起来。 苏软软昨天晚上, 好像在他右边脸颊的同样位置, 亲了一口。 今天就换成了左边。 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化, 博大精深, 远远流长。 那么多的字词, 可此时都不足以用来形容江涵的心情。 他只感觉左侧脸颊那块被亲的地方在隐隐约约地发烫。 一路灼到了他的心底, 烧得他浑身上下都充斥着不可言说的感觉。 检测到宿主的恋爱行为, 积分加50。 检测到宿主的恋爱行为, 积分加100。 耳边回荡着系统的提示音, 江涵都很难回过神来。 直到苏软软以为他这个豪放的举动, 一下子把江涵给吓到了。 于是连忙喊回哥哥, 然后出声解释道, 哥哥, 你不要误会了, 我不是故意去亲你的。 我只是想要感谢你愿意, 亲手帮我画眉涂口红。 我本来不想用刚刚这种方式的, 可我苏软软现在一穷二白的, 无以回报。 只能先用一个吻来表达我的感谢。 这是苏软软刚刚在一瞬肩编好的理由。 江涵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怀疑。 很明显, 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苏软软所说的话了。 而且他的怀疑还不是一点点。 不过, 机智如江涵, 他没有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小事, 就去直白地问苏软软。 他已经开始流行起了苏软软身上的反常点。 准备等收集完了证据之后再问他。 现在, 江涵就假装相信了苏软软的话。 很大度地表示他刚刚这个举动没有关系。 接着, 他就找了个合适的借口, 没有继续陪苏软软在美妆店里面逛其他的化妆品区域了。 而刚刚光明正大的做了坏事的苏软软, 也不太敢继续要求他陪他逛店。 所以, 在导购员的推荐下, 他很快就选好了一套化妆品提着袋子走了出来。 此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距离军训开始的时间还有不到半个小时。 江涵没忘记系同给他的第一份奖励。 到现在, 还停在新河一楼车展中心的兰博基尼。 于是, 为了赶时间他带着苏软软直奔今天来逛商场的最终目的地。 您好江涵先生, 您的车子,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装备好了。 就等你过来取车。 销售经理彬彬有礼地跟江涵说道, 他是个极有眼色的人, 看着江涵和苏软软两人这通身不凡的气质, 就知道他们绝对不是普通人。 而且, 还能全款买下这辆全球限量款的兰博基尼。 这无疑更加证明了江涵的财力。 好的, 车子现在是在哪儿? 我可以直接开走了吗? 江涵看着销售经理说道,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这样级别的豪车, 而且还成为了他的。 江涵不禁有了些期待, 就在我们车展中心呢, 他等了您很久, 您都没来。 所以, 我们就自作主张地放到了车展上展览。 两人跟着经理一路找到了兰博基尼。 江涵一眼望过去, 瞬间就被他给惊艳到了。 流畅的车身, 完美的曲线, 以及非凡的设计, 再加上一看就造价不菲的车子那时。 江涵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 就如同男人都喜欢美女一样, 就没有男人不喜欢这种跑车。 直到江涵坐到主驾驶上的时候, 整个人都还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他最喜欢的是车上刚发动起来时的声音, 音色饱满, 尤其好听。 满足了他对跑车的所有幻想。 就连副驾驶上坐住的苏软软对这辆跑车也有几分欣赏。 似乎是跑车豪车线多了一样, 苏软软都没有发出惊叹的声音。 但如果是从来没有看过接触过这种跑车的女生, 一定会为他而倾倒。 然后发出惊呼的声音。 就算有些女生比较腼腆, 但眼神中也会流露出祭祀惊叹。 可江涵却从副驾驶的后视镜里面 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苏软软此时此刻的眼神。 他那双大大的眼睛依然还是那么的清亮, 藏不住任何的情绪。 里面有惊讶,有惊艳, 却没有惊叹和惊奇。 这对于一个无父无母, 且还是孤儿院出身的小女生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除非他经常见。 江涵的脑海中瞬间冒出了这个念头, 而且他觉得他并没有猜错。 因为据他所知, 没有任何一个没有家人的孤儿是苏软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很明显, 像他这样的小女孩, 绝对是被家人宠得长大的。 江涵几乎已经百分百确定了, 但他还是想亲口问一问苏软软。 江涵直接转头, 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他, 雌性的嗓音略微有些低沉。 苏软软, 我问你个问题, 你要跟我说实话? 嗯嗯, 你告诉我, 你真的是官吗? 什么? 你说啥? 苏软软闻言, 心跳顿时漏了半拍。 他以为江涵只是随口一问, 可当他看到他脸上那无比认真的表情时, 苏软软就知道, 他真的是在认真问他的。 他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江涵却以为苏软软可能没有听见他刚刚问的问题, 于是又耐心地重负了一遍。 苏软软, 你实话告诉我, 你究竟是不是孤儿? 还有没有家人? 我是。 苏软软咬了咬牙, 最终还是决定不那么早跟江涵谈牌。 他怕他知道他不是孤儿的真相以后, 会直接把他给赶走。 可苏软软原本回国的目的, 除了想读国内的大学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为了他的未婚夫江涵而来。 他主要看的是有关于江涵的两点。 第一就是看看他这个人的各方面怎么样, 包括性格外貌等。 然后就是跟他的三观能不能符合。 第二就是, 苏软软想如果他这个人可以的话。 比如昨天晚上他主动出手救了他, 那他就暂时相信他是个好人。 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试探。 如果苏软软觉得自己可以喜欢上他这个便宜为婚夫的话, 那正好还可以跟他培养一下感情。 他不想单纯地因为婚约而去跟一个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男人结婚。 当然, 如果昨天晚上江涵没有救他的话, 他就会实话跟爷爷苏震东说。 他就会找人帮忙找个合适的理由把他帝都大学的学籍抵消掉。 从此两人的婚约形同虚设。 因为这样的话, 他也就不会再出现到江涵的面前。 一切都是因果循环的。 只不过, 两世的轨迹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而现在, 苏软软选择不告诉江涵实话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还没有追到他, 他也还没有喜欢上他。 苏软软准备等哪一天江涵跟他两情相悦的时候, 再把他是他未婚妻的真相告诉他。 可苏软软不知道的是, 江涵情斗初开的时候, 就喜欢上了他。 还为他不敬女色了十几年。 什么婚约, 其实就是外在的束缚。 那都是江涵为了说服自己, 而找的最有利的借口。 实际上, 困扰他最深的, 根本不是这个婚约。 而是当年那个, 每天晚上都为他拉琴的小女孩。 江涵正正地看着苏软软, 现在满脸认真的样子, 忽然忍不住勾唇笑了。 他真的是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说苏软软才好。 江涵转念一想, 最终又觉得, 要不暂时先算了吧。 他先不问了。 等他再抓到确切证据的时候, 再把先前这些他发现的疑点一起问他。 江涵的视线落在了车载系统上, 他看到了此时此刻的准确时间。 已经是下午两点二十分了。 距离大义新生下午军训开始的时间还有十分钟。 江涵第一天上任, 必须得给学妹们带个好头。 所以, 他一定要准时到达军训地点集合。 江涵随口说道, 软软, 我现在不太方便。 你帮我按一下, 我们位置中间有个一键启动的按钮。 好。 苏软软见江涵不再继续问他的声势, 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 跑车的速度真的很快, 而且很好上手。 江涵争分夺秒的, 在七分钟分钟之后, 赶到了帝都大学的后门。 把车子停在了后门侧边, 移出不起眼的废弃小停车场里面。 然后徒步往军训地点走去。 当然。 他走之前, 没有忘记让苏软软继续回医务室, 今天上午的那间休息室躺住。 这样是为了防止教官突然抽查。 午后阳光和煦, 因为要军训的缘故, 新生都提早来到了操场上集合。 主教官面容刚毅, 表情十分地严肃, 看现江涵的到来, 却是露出了一抹微笑。 想要看清楚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从他目光和微表情中看,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江涵在面对这些女生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 目光也未曾飘忽。 看来他是个心性坚定, 光明磊落的小伙子。 故而, 这主教官心里对江涵也有了几分好感。 江副教。 感受到主教官的注视, 江涵大步走了过去, 点头致意。 新生这几天训练的东西并不会很多。 我接下来的怎么做你好好看。 然后再来有你带。 好。 主教官扫尸一眼乱哄哄的队伍, 锐利的目光让队伍很快安静下来。 立正! 少夕! 江涵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主教官的操作, 午后阳光并不算灼热。 均匀地撒在青葱少女们娇好的脸庞上, 像是为他们铺了一层青纱, 使得更添独属于青春的朦胧之感。 可江涵却目不斜视, 只冷静地盯着教官的动作, 脸容摒弃十分认真。 一套操作下来, 身骄体弱的女生队中, 就已经有不少人类的气喘欲语。 主教官这才下令让他们休息一会儿。 军训这件事的张弛有度, 不能够操之过急, 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特别是才刚开始的时候, 阔步骤行至江涵身旁, 主教官肃正的表情收敛许多, 友善地问道。 怎么样? 刚才的流程你都记下来了吗? 还有什么不懂得可以问我? 江涵诚实地摇摇头, 笑容浮现在嘴角。 我觉得我已经都记下来了。 接下来, 我应该可以尝试戴一下对。 他那张俊脸上的表情中, 没有半点轻浮, 语气中真诚不已。 主教官也有心试试江涵的水平, 便点点了头, 示意他去做。 好, 同学们, 回来站队。 看到江涵丝毫不出错的口令和指挥, 让主教官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赞赏之意。 可见,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是有把他的话和动作放在心上的。 不然, 现在也不能够如此游刃有余。 左右不到半个小时, 江涵就已经熟悉了军训初阶段的训练内容。 在主教官的允许下, 开始帮助规范新生训练的动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阳光开始逐渐灼热起来。 对于这些经历了漫长暑假生活病, 没有吃过太多苦的女生而言, 也已经算得上是毒辣了。 但主教官却没有一点让他们在休息休息的意思。 只是跟江涵各自比直地站在原地, 陪他们一同接受烈日的洗礼。 如果再这样晒下去, 恐怕军训结束了以后, 不知道要黑多少度。 对于女生来讲, 这恐怕是一个难以接受的问题。 队伍中渐渐有些女生的心思开始躁动起来。 江涵满意地巡视了一圈, 看着新生们整齐华裔的军资。 他的内心忽然有一股莫大的成就感。 毕竟他是第一天上任, 带练的时间部长。 但最后已经能够单独带他们训练了。 而且, 指令和口令还毫不出错。 江涵正思索住, 身旁忽然扑来一道相风。 他的反应力十分惊人, 身体下意识地往旁边一躲。 等江涵回过神来, 看清对方是谁以后, 不禁有点惊讶。 只见, 是女生对里面一名江涵, 完全磨记住外貌的女生, 倒在了地上。 正表情哀怨地看着他。 场面一时间变得有些尴尬。 学长我头好晕。 你为什么不能顺手扶我一下? 女生看起来颇有些瘦弱, 在日光下晒了这么久, 表情也有些许苍白。 但语气却十分咄咄逼人。 江涵从来并没有怜香惜玉的那份自觉, 只是挑了挑眉, 冷然问道。 这位同学, 你有什么事情吗? 那女生咬了咬唇, 清秀的脸上, 做出苏软软同款的可怜神态。 但落在江涵的眼里却怎么, 看怎么觉得奇怪。 学长, 我有点头晕。 女生绵软的声音里, 似乎含着说不尽到不明的风情。 那看似虚弱的表情里, 也隐隐藏着一份期待。 她也好想跟上午的那个女生一样, 被这么帅气的学长, 亲手扶到医务室。 所以呢? 怎料, 没有苏软软这个小辽精在的时候, 江涵完全就是个不解风情的男人。 她还疑惑地反问起了这名女生。 她差点被江涵这一句反问对到差点吐血。 气得她恨不得站起来跟江涵理论理论了。 女生咬牙切齿, 但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变。 学长, 你能送我去一下医务室吗? 好像是又想到了什么。 女生紧接着加上一句, 我中午没有吃饱。 现在可能是有点滴血糖。 江涵打量面前的女生急眼, 瞧她身姿瘦弱。 似乎是在微风中摇曳的一株细流。 主教官要负责留下来掌管大局。 所以, 送学生去医务室这种小事, 让她这个学长去做, 似乎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如果此时副教官是别的男生, 面对如此楚楚动人的女生。 恐怕早就心软答应了。 但她江涵是什么人? 她可是个无比正直的钢铁直男。 硬如歼铁的心理, 到现在, 对她没有丝毫的联系。 要说谁能触动她? 那可能就只有苏软软一个人。 因为比起在江涵面前撒娇卖萌装, 可怜这重视青睐。 她认第二, 全世界都没有谁还敢去认第一。 江涵微微敏唇, 被太阳晒到有些发红的俊脸上, 几乎没有什么表情。 军训如果不苦的话, 那还来军训做什么? 抱歉, 你要是真的投晕的话, 我允许你暂时到旁边稍作休息。 义务室离这里也不远, 如果你投晕的症状有所加重, 你也可以自己去。 这样一番不留情面的话语, 瞬间毒死了女生接下来想要说的所有借口。 她有点猛圈, 但江涵略带怀疑的目光已经会聚到了她的身上。 她有些不明白, 明明她跟上午的那个女生一样都是低血糖, 可为什么受到的待遇天差的贬? 女生有些愤愤不平, 但还是把差点说出口的质问验了回去。 在所有人或探究或鄙夷或羡慕的目光中, 女生拍了拍身上的挥骨座虚弱地站了起来, 然后一步一步走到旁边休息。 见这名女生终于安分下来去旁边休息了, 主教官收回目光。 不容分说的又开始了接下来的带队训练。 而那名女生的成功离去, 隐隐中仿佛牵动了其他女生躁动的心。 这不, 过了不到五分钟, 就又有一位女生晕倒了。 江涵面对这个场面颇有些头疼, 但还是过去查看。 他今天早上刚来的时候就说了, 很不喜欢女生因为滴血糖的原因, 而接二连三地晕倒。 没想到, 自打苏软软第一个开了鲜河以后, 后面的女生都有样学样地跟着, 滴血糖了起来。 说起这件事情来, 江涵在根本上只能怪他自己, 今天上午首先就给苏软软破例了。 明明他上午的时候只要坚持住让苏软软在旁边休息, 几分钟之后就站回队伍里面继续军训。 那么下午的时候也就不会有其他人敢照着做。 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了江涵对苏软软这份独一无二的例外和偏心, 可只有他这个当事人不知道罢了。 现在这名滴血糖的女生容貌还挺秀丽, 一双眼睛默默寒情。 学长, 我也头晕, 你可以送我去医务室吗? 这个女生天真的以为, 肯定是刚才的那个女生, 魅力不够才遭到了江涵铁面无私的拒绝。 但他自己初中高中的时候, 可是连续做了六年的斑花, 群下之臣之多不少。 所以, 他对自己的容貌有着足够的自信心。 当然, 他的这个自信心是建立在他上午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只看到了苏软软背影的基础上。 然而, 铁面无私的江涵表情都没有变一下, 只是淡淡地扫了他眼而已。 这位同学,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自己去医务室。 不远。 只走左转第三栋的第一楼大厅就可以看到。 这名女生瞬间眼睛瞪得浑圆, 不可思议般地看着江涵。 学长居然就这魔拒绝了? 他尝得明明比刚才那个女生好看多了。 女生多少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站起来不愿意相信自己心中的猜测。 他身形晃了晃, 仿若马上就要晕倒一般, 想往江涵的身上抱。 毕竟, 这样一个英俊又有魅力的学长, 真的诱惑力太大了。 可江涵看都莫看他一眼, 直接转身走到了别的地方。 这女生瞬间收敛了心思, 苦大仇深地走向了休息区。 学长, 你可以送我到医务室吗? 在被第四个女生问到这种问题之后, 江涵这颗不算敏锐的心理都察觉到一丝异常。 怎么他上届参加军训的时候, 那些女生都是被默认轮流去的医务室? 可这一届却是一去就接二连三地去一堆。 更可怕的是, 他们还非得指名道姓让他去。 江涵心中纳闷极了。 是主教官被他们给忽视了吗? 为什么这些女生不找主教官? 非得找到他。 可他最讨厌的就是跟女生亲密接触。 苏软软内心, O.S. 江涵, 你这是当我死了吗? O.M.G. 江涵依旧果断地拒绝了这些女生的要求, 语气甚至都没有一点变化。 休息区的女生渐渐多了起来, 嘈杂声也在不断地变大。 江涵不动声色地看向那边, 沈氏的视线渐渐变得没有温度。 去脸上的表情有点难看。 休息区最左边那两个长头发正在说笑的女生立马站过来。 突然,江涵立声喊道。 那两个被点到名字的女生愣了愣。 他们觉得被江涵这样大声地喊了过来, 十分尴尬。 随即不情不愿地走了过来。 报告学长, 有什么事吗? 江涵眉头紧簇, 问道, 你们两个刚刚不是说你们肚子疼吗? 两个女生彼此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回答道, 是的, 学长, 是肚子疼。 江涵冷笑一声, 严肃认真, 表情没有松缓。 我看你们两个刚才在那里笑得花枝乱颤的, 怎么不像是肚子疼? 其中一个女生名叫秋静静听到江涵这话,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眼神也飘忽起来。 看来你们是好的差不多了, 好的差不多就开始继续训练吧。 江涵冷冰冰的语气不容置疑, 可总有人想要在军训的时候偷懒耍滑, 另一个女生林月牙突然跌坐在地。 唉呦呦地叫了起来, 报告学长, 我的肚子又开始疼了, 恐怕是不能再继续训练了。 那女生的眼眶还故意弄得有些湿润, 语气里还带着一丝遗憾的意味。 想要伪装得像一点, 江涵要再看不出这个女生是装出来花。 那她这前世三十年的阅人经历可以就此当作报废了。 她的心里毕竟不是二十出头的矛头小子。 这重情况下有病和莫病, 她还是看得分明的。 虽然, 江涵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苏然然每次说她哪里不舒服的时候, 她都相信了。 是吗? 那我现在带你去医务室找医生检查一下。 如果让我发现, 你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恐怕你今天下午的训练量要多加击倍, 才能补回之前落下的。 林月牙的脸色一瞬间就苍白了起来。 她本来就是为了逃避训练, 才找了个生病的借口。 哪里会再愿意重新多训练基层? 没有什么人能比她自己还清楚她的身体到底有没有生病了。 报告学长, 我突然又觉得不痛了。 晚了。 江涵凌厉的出生打断了林月牙, 苍白无力的辩解。 她向来是个在什么环境下, 严格做什么事情的人。 重生以后的江涵本来就变得高冷了不少, 更何况现在她是在军训。 那当然要有教官那样凛冽的气势, 才能震得住人。 这是军训, 不是在玩过家家。 连这模简单的训练都要找借口偷懒。 你们的性格真的有待磨练。 现在你们两个去操场上法跑三圈, 再回来战队。 江涵这几句话不仅是在对这两个女生说, 也是对操场上所有在训练的新生说的。 她现在就是要杀鸡儆猴, 免得剩下军训的29天里总有人不守规矩。 江涵自认为她已经把批评说得足够委婉了。 等那两个女生费力地跑完三圈回来以后, 江涵也没有故意为难她们, 而是下令让整队女生全部休息。 累到不行的女生们都聚集在树荫下乘凉休息。 笑死了林月牙, 你装病也装得像那样子啊。 就是嘛。 女生中突然传来积聚调笑, 那个被叫名字的女生正是方才被江涵罚去跑步的其中一位。 林月牙紧紧攥着拳头, 眼中露出怨毒的情绪, 半上没有搭话。 不过说真的, 我发现了一件事。 一个女生突然神秘兮兮兮地说, 什么事? 她这样的语气自然引起了所有女生的好奇。 生病的女生那么多。 但好像只有今天上午, 那个心静的笑话苏软软, 一个人被学长亲自送去了医务室。 妾! 你说的这个, 是个人都看出来了好吗? 有女生嗅到八卦气息, 也加入其中抱怨起来, 学长这也太偏心了吧。 为什么不送我们去? 而且, 你们没发现吗? 苏软软不过就只是滴血糖而已。 可她到现在都还莫来军训, 这种小病在军训的时候可以请假那么久吗? 不是吧, 不是吧, 看起来铁面无私的江涵学长难道也是个好色之徒吗? 这个苏软软却时常地娇小又漂亮。 在这些女生兴高采烈的八卦中, 有两个人悄悄地起身离开, 秋静静的脸色还带着苍白, 眼神中流露出刻骨的恨意。 她死死地注视着江涵的那个方向。 如果不是江涵今天紧咬着不放的话, 她压根不会在女生中丢了这么大人。 而且, 今天的事情如果被这群七嘴八舌的女生说出去的话, 那她以后在大学里面的鸣声起不是就很不好听? 林月牙的拳头钻得更紧, 她低垂着脑袋跟秋静静想到了同一个地方去。 她突然抬头看向秋静静, 眼神中迸发出一丝惊人的恶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凭什么只有她们两个人声名狼藉? 打定主意, 林月牙将她的计划告诉了秋静静, 两个人一拍即合。 女生对此时都散得差不多了, 只有几个三三两两的还聚集在树下聊天。 林月牙选好目标, 慢慢走过去, 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诡异。 她轻轻拍了拍一个女生的肩膀撞似无意地说道, 嘿, 我刚刚知道一个大消息, 那女生果然很感兴趣, 眼中燃起熊熊的八卦之火。 啥呀? 柳红俯下伸过去悄悄道, 我听说那个心境笑话素软软啊。 一段休息时间结束以后, 就又开始了如火如荼的训练。 江涵正间督着新生战军姿, 突然耳边一道清朗的声音传来。 哟, 这不是我们是江大学长吗? 我亲爱的江涵哥哥。 这熟悉的声音里, 吊笑一味尤为浓重。 特别是他后面喊的这句江涵哥哥。 那语调显然是特意模仿酥软软的, 怪里怪气。 江涵转头一看, 正是郑昆阳。 他身边当然还跟着王峰。 不过他们两个人手里各自拎着一大袋饮料。 彼此脸上都带着嬉皮笑脸的表情。 他们可是一下了必修课, 就买了饮料过来看小学妹。 啊不, 过来看江涵的。 郑昆阳扬了羊手中的饮料, 笑道, 敢不敢动。 我可是特地过来给你送饮料的。 江涵哪能不明白郑昆阳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要不然, 他们网做了那么多年的兄弟, 偷偷地打量住了一下女生对中战的笔直的学妹们。 郑昆阳和王峰脸上的笑容越发的肆意。 他们今天就是来脱单的。 好, 大家休息十分钟。 下达命令之后, 江涵顺势接过了郑昆阳递过来的饮料。 得了吧你郑昆阳, 我能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德行。 江涵无奈地笑笑, 打开饮料喝了一口。 嘿嘿, 别拆穿我呀。 郑昆阳贼嘻嘻地笑开。 江涵, 我去给那些小学妹发饮料了。 夏日酷暑, 又训练了许久。 这个时候, 最是需要他们这样的好学常来送清凉了。 这可是个趁机拉好感度的大好机会。 郑昆阳和王峰两个人发放着饮料, 目视着这些鲜嫩多汁的小学妹们。 瞬间感觉心情的愉悦度大大的提升了。 谢谢学长。 郑昆阳趁机拉近于女生的距离嘱咐道。 夏天这磨热, 大家可要注意好防晒哟。 学长真贴心, 哈哈哈哈。 几个女生笑起来。 郑昆阳和王峰两人的性格, 本就十分平易近人。 很快就和几个女生打成一片。 突然有个女生插了一句嘴, 小声道, 我听到了一个惊天大八卦。 她看到了郑昆阳和王峰两人, 也并没有太在意。 而是自顾自地跟朋友们说了下去。 你们知道吗? 听说我们班, 那个心静的笑话素软软, 竟然仗着自己长得漂亮, 故意勾搭将寒柱叫响, 要在军训的时候偷懒。 我已经读得了。